那你們伴桌通常的工作人員 主飯的人是幾個人 我一個 只有你一個人就可以了 對 但是要有幫手幫忙備料啊 切菜啊 那因為我們很厲害 我們可以幫你備料 對 那你們現在可以自己分兩組 那我們一組是通條組 一組是備料組 那你們可以 那我們就三個備料 我也要備料 欸 我也要備料 所以你們可以開始分組了 那一天要炒油飯的人留在這裡 我們備料啊 備料 他們備料 他要做布料 你在後援無恥一點 你在後援無恥一點啊 浩哥 你幹嘛 你乾脆啦 今天做美食沒做什麼事還不去 那我就 好 郭哥 你要先來 來 我來 可以 炒一味 這個其實需要男人 因為炸魚本要力氣 他大聯盟 他一個人單三個人用 可是那天是兩百人 可以 他一個人能夠給你做兩百多個 好 還是你們要再猜拳一次 對 你去啦 我看不見 我在別人的 你去啦 三個猜拳 你去啦 你可以啦 你要相信你自己 不要在那邊批你快去啦 你去啦 或者你去 我可能 我願意去 但是我的力氣不夠 那我跟你講 我來備這個 到時候落賽你就知道 不會 不會 然後等一下 我陪你一起 真的嗎 真的 他太鼻了 沒關係啦 那我們就自力更生了啦 好啊 我們接到那個任務之後 浩哥就像一個 五歲的小孩 不願意回家 一定要買完玩具才要回家 在地上賴著不走的那一種 所以他就是堅持不要進廚房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的 一百五十人份的餐點 我們都覺得很OK 但沒想到 之後差不多到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這一季的最高點 裡面的盲成一團 但他好像發現外面的人 好像沒那麼忙 可能浩哥就覺得 郭哥都坐著 然後沒有進來幫忙 但因為郭哥的意思是說 他烤餅也很忙 因為我兩邊都有出去 所以我也沒辦法說 但我的確看到郭哥一直在坐著 因為我中間有請郭哥幫我忙 但他很晚才來 然後傍晚忙他就出去 就再也沒進來了 我可以幫郭哥坐證 他真的很認真 那可能我覺得裡面跟外面 有一點小小的誤會 所以彼此之間就有一點 小疙瘩 飯好好吃喔 喝醬 來 我來餵他 浪漫的 來 翔哥 浩哥來 企劃買 豬啊 油飯那麼快喔 那麼快 開玩笑 他們說要半小時 待會兒再找一次 郭哥好強喔 好厲害喔 好強喔 這不是我們炒的 這是安慧哥炒的 對啊 我想說 他說要半小時 我們在旁邊看 好香喔